如果乌克蘭難尼要回烏克蘭的話 我給你一千五歐元的補助 你趕快回去趕快回去 瑞士的這邊是說 如果有烏克蘭難尼想要回烏克蘭的話 我給你一千到四千歐元的補助 你趕快回去回去 在支持烏克蘭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多歐洲國家他們都很辛苦 在撐在幫忙 之前有的烏克蘭難尼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跟我說他很感謝幾百年前 從北美到亞洲開拓的那些宣教士 有這些不管是台灣日本的那些宣教士 有著他們幾百年來一直持續的來 餵養福音的餵養來宣教來幫助我們 所以到今天依然有許多台灣日本的眾教會 為烏克蘭代表 為烏克蘭支持 那非常感謝 那其實我從這時候我就在想就是說 當年有很多 台灣其實七十年前也是廢墟啊 日本也七十年前也是被尋遍 那這七十年來 我們經歷到的就是說 有很多的歐美的援助幫助我們 我們從廢墟慢慢的站起來 慢慢的執葬起來 直到今天有能力去幫助 去向外幫助 所以我在烏克蘭的那邊釋放的時候 我有一定的那種成分就是說 當年他們幫助了我們 這次換歐洲有難 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 我們就是有一點報恩的想法也在裡面 因為他們過去也幫過我們很多 這面招牌 What I can do to help Ukraine 可能違法或許之可能不對 但是他們寫了這樣一個招牌 我還能夠為烏克蘭做什麼 在過去的這一年多 我在烏克蘭紀念 我看到大量的NGO 大量的國際異共離開烏克蘭 原住大量減少 但是烏克蘭的 那女人數沒有減少 還在持續慢慢增加 所以他們是越來越艱難 越來艱困 所以這個招牌 他用英文寫 應該就是給外國人看的 不是給外國人看的 這個招牌立戰 從烏克蘭出來 要進入波蘭的邊界前面 他們能做的就是在 希望大家離開烏克蘭前 拜託你們不要忘記烏克蘭 我們的遭遇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清長 拜託大家 不要忘記這裡